星期一和阿瑞的時間 OK 那我們現在來做的是高蛋白飲品 OK 那我剛剛不小心把那個電池用壞了 所以我再重講一次 就是說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這個 拖子牛奶 拖子優格 然後肉桂粉巧克力 其實巧克力是看你要不要用阿 然後如果你不想用巧克力的話你可以用香蕉 那如果你想要用香蕉和巧克力的話都可以 沒關係 然後需要麥片還有杏仁粉 那我是建議 那個要用無糖的 OK 那我們現在 我剛剛已經把牛奶倒進去 基本上牛奶就是說 你把牛奶打開然後放進去要差不多到這裡 沒有啦其實是看你想要喝多少 那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好 總而言之的話就是這樣 OK 然後我們需要一個優格 那優格真的 要放進去 放進去 那你到時候再用那個 那個湯匙把裡面剩下的那些全部用進去 因為它是很好吃的優格 酸酸的 那要買那種無脂原味的 不然你如果找到巧克力口味的 然後盡量不要加糖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找這樣 OK 現在我們的優格已經全部都放進去了 那現在呢我們要把我們的麥片放進去 那麥片差不多是一個小碗這樣 差不多七分滿還是六分滿就好了 然後把它整個不用煮喔 就全部倒進去 因為它攪碎之後它就像粉一樣 就會像那種高蛋白的那種粉 OK 那這個用完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放入我們的 欸不對 我們要先放我們的杏仁粉 OK 好 那個杏仁粉的話是差不多像這樣 然後兩個 兩湯匙的這樣 好 一樣 把它倒進去 OK 放進去 接下來呢我們把我們的肉桂粉 嗯 肉桂粉是看自己的喜好啦 我是喜歡 這樣 隨便這樣放 嗯 肉桂粉基本上它只是為了提升它的味道 它不會說 嗯 會影響它的口味還是怎麼樣 OK 接下來呢 你要放的是那個 巧克力 那巧克力的話我是建議可以 比較建議是買那種巧克力粉 但是我買不到 所以我就直接用那種 80 欸沒有 77%的那種 可可的那種 巧克力 巧克力的那個東西啦 對 OK 那我現在拿到我的巧克力 這是 77%的巧克力 那 把它放進去就對了 好 好 好 OK 那現在我們這樣 東西都放進去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 放進去 蓋好 好 OK 然後我們來用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地方 你看 我們的 腳的過程 高蛋白飲品 那我們現在 把我們的 高蛋白飲品 給用完 好 奶昔 那之後呢 你的奶昔會長這個樣子 很漂亮 很香 接下來呢 把你的奶昔 倒入你的杯子中 你的高蛋白奶昔 就這樣完成啦 OK 那 像我剛剛做那些 這樣加起來 剛剛的牛奶差不多是 跟那個差不多高 那它裡面還會剩下一些 這些 差不多可以再用 一碗這個 那 我是固定會喝這一杯 把這邊喝完 然後喝完之後呢 這一杯的話我可能會 呃 會留到說 我肚子餓的時候 再把這一碗子喝掉 不然你也是可以跟你的 呃 長輩啊 還是你的家人分享 那 真的 我兩天 我兩天 早餐 和晚餐都喝這個 那 我就 減了0.5公斤 那 不知道是我還是 大日障 就是 希望這一招 對 對你們有用 那 我今天就講解到這裡 那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